哈囉 大家好 來 易景 我們大家對妳其實已經不再陌生了 因為其實很多的電影 很多的場合其實都會看到妳 但是聽說妳好像是上海人對不對 對 我是上海人 上海人 我想問一下 上海有人在騎自行車嗎 好像比較少一點對不對 現在比較少 然後在小時候 我小時候經常騎自行車 然後是跟男生比賽 跟男生比賽 對 然後每次都是我贏 這麼厲害 對 我小時候一騎上自行車就會騎了 所以其實從小就有接觸到自行車 那麼在台灣呢 在台灣有常常在騎自行車嗎 我來到台灣之後 我很喜歡U-bike 是 對 就是我覺得好像很多地方都有U-bike 然後很方便 真的 像我去健身房 我就會騎著U-bike 然後就過去了 對 那我來偷偷問一下 易景長城會出目的地方大概是在哪裡 東區 東區 我們已經知道了 所以其實我剛剛有說到 我們自行車我們的U-bike 其實每一個據點其實租借都真的滿方便了 那來 我來問一下 其實妳也算是外國人嘛對不對 因為上海來的嘛對不對 海外 海外 對 那我要問一下 有沒有什麼要特別為我們現場的朋友 或者所有的朋友介紹一下 妳覺得行自行車或是騎入拜最好探險的地方 探險的地方 探險的地方 或者是妳覺得最美的地方也都可以 我來到台灣之後有去墾丁 墾丁 對 因為像上海 有叫上海 但是沒有海 是 真的 然後我來到台灣之後 我看到就是墾丁那個藍天白雲 真的很美 所以妳很推薦來到墾丁 來騎一下自行車 享受一下日光 享受一下藍天跟白雲 哇 真的聽起來就覺得好享受喔 好啦 那一集呢 有沒有什麼話 要跟我們現場的所有的媒體朋友 或者與會的對賓介紹一下這部電影 好吧 這部電影說實話我也還沒有看到 然後我知道它是講友情的 所以裡面有一首插曲 是我的第一張EP裡面的一首歌叫暖流 它是講 也是講友情的 這首歌裡邊 跟MV也是有騎自行車 騎U-bike 就是朋友之間的友情 然後有人 就是我朋友 都很喜歡這首歌 在下一周開始 在那個錢櫃啊 然後還有好事聯播網 會開始打歌宣傳 然後希望大家能夠喜歡暖流 喜歡南風多多支持